文章来源新周刊 人们常将小店比座城市的毛细血管 一批开业一批歇业 周而复始的供养城市 这具躯体的活力 若将小店作为坐标 我们会发现一座城市 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上缓慢变化 2023年年初 青年创意人XXL在成都城郊 找了个空置多年的铺面 成立了智三委员会 打算在这里替50家倒闭的小店办一场葬礼 这个铺面位于一个创意园区 空置多年 未通水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也算是城市代谢处的废弃物 XXL想在这里办葬礼 也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他在成都日报的中缝 发布了小店复告 追悼会的花圈 桑席 白氏演出 一应俱全 这些小店歇业时或无声无息 但告别时算得上轰轰烈烈 参加葬礼的小店 一大半是餐饮店 其余的则遍布各行各业 打印店 足疗馆 服装店 等等 这些小店就在附近 但人们鲜少留意 他们的诞生与消亡 2023年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7.1万亿元 小店经济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人们 常将小店比作城市的毛细血管 一批开业 一批歇业 周而复始的供养城市 这具躯体的活力 若将小店作为坐标 我们会发现 一座城市 如何在时间与空间的尺度上 缓慢变化 城市地图中 那些歇业的小店 以宏观视角看 或许微不足道 但于个体而言 一家小店 也是一段微观始料的技术 新周刊找到三位创业人 聊了聊他们的小店故事 我们试图厘清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青年梦想着 开一家小而美的店 却总是反反复复的陷入失败 半佛先人 开导十家店 我佛了 近些年我差不多开导 毕子十家店 各种类型的店都有 我投资过朋友的幼儿园 做过民宿 宠物 奶茶 咖啡 剧本沙 还开导 毕子三家外卖店 有做粥的 有做炸鸡的 其中民宿赔的最多 总之没一家好的 2014年 自媒体人半佛先人 下文简称半佛 与朋友在杭州合伙 开了一家饭店 这是他第一次创业 一与朋友拆伙告终 此后十年 半佛一直维持着 开店关门 再开店的循环 这些年唯一一次赚到钱的 还是与朋友 合伙开饭店的经历 中途 他因经营理念不同 被合伙人退股 但他随后 拿着那笔退出来的股金 在杭州买了一套房 十年过去 当初开的那家饭店倒闭了 他买的那套房升值不少 2024年年初 半佛在播客三五环中 讲述了自己 近些年的开店故事 发誓说 再去开店 我是狗 这一期分享 被听众认为是 金字塔尖级别的 开店失败说明书 完全可以劫及成策 近些年 半佛在自己的 社交媒体账号上 也持续在 不遗余力地 劝解年轻人 没事 别老琢磨开店 如果你想要逃离996 去开一家小而美的小店 即将面对的 很有可能是365天 无休的007 以及梦想708落后的 一地鸡毛 对于开店的人来说 很多时候 直面现实这四个字 并不是一具鸡汤 而是一条硬性的要求 很多人在开店之前 要么只上过学 要么只上过班 人生里从来没有做到 为自己经营的一切负责和买单 我开过很多店 最终发现 自己能将30%的时间 放在店铺的运营上就不错了 剩下70%的时间 全在处理各种破事 具体而言 这些破事 指的是生活中 可能出现的一切意外 它们甚至 可能与实际经营 没太大关联 比如 有厨师一边炸鸡 一边拿手机看小说 不知道怎么 手网由锅里伸了一下 最后你还得赔钱 一早来开店 发现玻璃被人砸了 有人专门到你的店门口呕吐 有些顾客往剧本杀的剧本上 乱写凶手 还有偷桌游道具的 还有的 业委会内部搞分裂 头一天一拨人来收过钱 第二天 另一拨人又来了 这钱你给不给 怎么给 此外 办理各类合规文件 计算财务数据 处理税务和消防手续 还有选址 招聘 产品研发等 每一样都是问题 他们无法像廉价网页游戏一样 靠课金 就能被一键解决 用半佛的话来说 打工人 做梦都梦不到的问题 以做梦都梦不到的角度 出现在做梦都梦不到的时间里 折磨你 对于小而美的浪漫想象 是经历过失败的人 所踩的另一个坑 职场打工人 对开店的终极期许是自由 但层出不穷的问题出现后 人们才意识到 开店后第一个失去的就是自由 因为开店是一件无法逃避的事情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开店也算体力活 或许大部分年轻人想要的 只是一家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小店 但小跟简单之间 并不构成因果关系 半佛建议人们 在真正拿出积蓄开店之前 或兼职或摆摊 总之要以尽量低的成本 来买一张行业体验卡 半佛曾和朋友尝试出早餐摊 那段时间 他每天凌晨一点起床备料 五点多出摊 十点左右再收摊 然后回去继续准备第二天的材料 每天也没什么睡觉的时间 出摊一个礼拜后 半佛浑身上下 没有不疼的地方 太可怕了 这开店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开店之前 要想清楚几个问题 你要赚谁的钱 你以什么方式赚钱 你怎么找到他 你怎么说扶他 为你掏钱 这些事情 每一件都要围绕对方 围绕为你买单的人去思考 而不是因为我喜欢这个 所以一定有人给我买单 开一家小店 你所面对的 并不总是阳春白雪 半佛有一位从大厂离职后 开事务所的朋友 他的产品相当垂直 许多大厂人 有离婚代理的需求 也有一些人 不希望自己拿到的股权被分走 这当然很残酷 但这确实是现实世界里的刚需 他的工作就是帮这些人做筹划 怎么分财产 保护财产 隐藏财产 收入非常可观 并且客户络绎不绝 时至今日 创业的门槛 似乎越降越低 人人都在谈论下沉市场 和线域经济 看起来遍地是机遇 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 县城也很难成为都市人 避世的后路 回到县城 人的问题反而更难解决 如果你是外地人 尤其不要在你家以外的县城开店 半佛认为 县城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圈层 你会发现 县城里的加盟店 基本是同一圈人开的 店铺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无所谓 这家店赚货亏 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 如果没有混进这个圈子 是挺残忍的一件事 一县城是行之有效的行使法则 未必适用于县城 当半佛的民宿装修好 还在散贾全的时候 隔壁同期装修的民宿 已经开始迎客 半佛问隔壁老板 是否担心贾全问题 隔壁老板回复 不会 每人每次住两个晚上 只吸一点不影响 半佛喜欢玩一个 叫做兵器时代的策略类生存游戏 当玩家历尽千辛万苦 做了违背自我的抉择存活下来之后 游戏反而会质问玩家 但这一切值得吗 半佛说 打出这个结局 屏幕上出现这句话的那一刻 他突然与自己过去开店的经历和解了 我就突然意识到 自己不适合开店 没那么心狠 还有退路 也做不出很绝的事情 那就的确竞争不过人家 半佛最后说 告诉苍天 我认输 XXL在追到之前 我也是店主 经营不当 发财无望 小店追到会 发给宾客的吊丧秀标上 如此写道 为50家小店举办追到会的想法 源于XXL自己的失败经历 2014年 当XXL经营的果蔬之店 被转让出去时 他看见自己亲手设计的招牌 被新店主当作废品扔掉 关店五年后 他开始尝试收集那些废弃的招牌 后来 捡回来的招牌在家里越堆越多 我觉得需要有一种方式去呈现 就有了这个展览 召集这些倒闭小店的店主时 XXL也见识到 许多开店人所经历过的荒唐时刻 令XXL印象最深的 是一家倒闭的自助成人用品店铺 理想中这类自助店铺占地面积小 装修 维护成本都低 是打工人搞副业的不二之选 但现实是 店主几乎每个月都报过警 店主每天早上起来 看监控都心惊胆战的 有些男性顾客在半夜酒后购物 机器反应迟缓 出现故障 他们可能就会有打杂行为 还有人直接放火 虽然没烧起来 但还是对机器表面造成了一定损伤 疫情期间 这家店还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但当疫情防控放开后 人们的娱乐选择更多 店里的生意反而差了不少 劳心劳力又不赚钱 最终店主索性关门大吉了 XXL说 许多店主在关店时 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戏剧化 许多小店就是极其平淡地 结束了最后一天的营业 没有一句告别 只是这扇门此后再也没有打开过 对于追悼会来说 XXL是举办者 也是参与者 在追悼会的角落 XXL也为自己倒闭的小店 立了一座墓碑 墓碑上写着这家寿命不足一年的 小店的高光时刻与墓志明 一家压力很大的冷压果输之店 这家死于2014年的小店 同样也生于2014年 这一年 从上海某广告公司辞职回到成都的 XXL决定开店 从设计 拍照到产品 XXL都亲力亲为 电质方面 他选中了当时成都的几个最有调性的街区 我刚回成都 不知道成都的平均租金水平 XXL挖空心思想要找一个看起来有档子的店铺 它旁边都是一些书店 日料店 以及一些比较文艺的店铺 但其实现在看来 那个店铺太大了 有五六十平方米 空间利用率很低 十年前 这家店铺的租金就已经达到1.5万元 XXL说 半展后 他发现很多小店的租金 甚至只有他当年这家店的十分之一 加上街区的人流量不大 店内的果蔬之价格偏高 小店的收入一度难以支撑房租 为了缓解经营压力 他也做了许多尝试 比如 开辟一片区域卖进口商品 在平台刷单吸引客流 但收效甚微 当一家小店经历过长时间持续性的亏损后 创业者的心态也会发生改变 XXL说 以前你会想怎么把这个产品做好 但当你后面要去负担这么高的经营成本之后 你想的可能就不一样了 不管三千二十一我得先卖出去 面对令人头痛的经营问题 XXL开始觉得没有意思 最终这一场创业已亏本三十万元收场 年轻的时候会比较虚荣一点 想着我这个店要很有个性 很有态度 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花钱的 这更多是满足自己的理想主义 但从经营角度来讲 这对转化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回到职场的XXL 在成都的广告公司沉淀了几年 准备出来二次创业 这一次他在街边开了一家小小的创意工作室 有过经验后 这次选择的门店月租只需一千七百元 目前工作室生意很好 甚至还因为碗梗大兵的小屋 在社交媒体上小火了一把 半展期间 XXL回到那条曾经萧条的商业街 看到曾经歇业的商铺 有了新主人 一批店关掉 还有一批新的店开起来 XXL对新周刊说 很多年轻的店主回去上班了 不过我问他们之后 考不考虑再开店 他们并不排斥 XXL始终觉得 虽然店开倒了 但大家不会对开店本身失去信心 就像追悼会的至桑至词所写 祝大家不要被失败吓倒 继续好好上班 继续转发锦里 继续保持乐观 60将理想变成现实 是最难的部分 在这次的采访中 60和阿仁是以实体店创业成功的店主 2022年中 60面临大厂裁员危机 与此同时 60的男友阿仁 也敏锐地察觉到 他所处的行业 正处于下行阶段 阿仁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正在裁员焦虑中 挣扎的60决定加入 一起开一家蔡尔店 经过大半年的筹备 60和阿仁最终将小店 开在广州人流量最大的网红街区 在这里 60见过许多店铺 来了又走 人们把店开在网红商圈 并不意味着 它一定会成为网红店 现在有开店想法的人比较多 我隔壁的一家店 今年三月份刚开业 五月份就关门了 对于这些招生募死的小店 60总结说 网红社区的租金较高 有些店的转让费 达到几十万元 新手开店 如果前期经营不理想 现金流很容易断掉 那些能在这里开下去的店 要么就是产品力很好 能保持较高的复购率 要么就是很会营销 能够把量走起来 一些小店经营不善 很大原因是 一开始没想清楚商业模式 对于新手店主来说 理想中的商业模式 可能与现实近况有很大差距 这一点 也是60和阿仁 在经营中走过的半路 起初 他们想做一家不推销的财尔店 但前期没有稳定客流支撑时 很难实现他们的理想 直到60想方设法 将线上流量做起来 能够吸引足够多的自然客流到店 这个不推销办卡的设想 才能够真的落地 我见过很多 没有想同商业模式的年轻店主 比如说 我身边有朋友开了一家书店 他想靠卖书和咖啡盈利 但是后来发现 很多人只是来拍照打卡 所以他又加卖瓷器 还做了收费的活动 商业模式变得很复杂 运营起来也很累 其实这家店的线上流量也不错 但是没有成功的变现 所以初期最难的 其实是要想办法 跑通我们理想中的商业模式 60说 而年轻店主在开店上吃的另一个亏 可能是无法轻易摆脱乖乖仔 和好学生的身份 一毕业就在大厂工作的60说 大厂很像一个象牙塔 而开店则更像人们 要在都市丛林里面去打猎 这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开店要面临很多意外状况 小到修水管 处理理理纠纷 大到报警抓小偷 赌物业维权 有各种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问题 太守规则 不懂成本 是首次创业 最容易踩的坑 装修也是60交过的学费之一 第一次装修时 花了十几万元 很多东西都很较真 导致装修延期 空腹房租 最终超之许多 到第二次扩店时 60已经了解 坑点和套路在哪里 将成本控制在五六万元 而两次装修的最终效果 并没有太大差别 不计成本的完美主义 有时是有害的 有朋友在装修上 砸了十几二十万元 花时间和精力 去打磨那些远拱形的门 挑选摆放在店里的瓷器 不是说这些不重要 但开店的人 一定要有成本意识 要计算投入的时间成本 金钱成本 以及能否回本 去年十月 隔壁店铺倒闭 60考虑许久 决定接手 将两家铺面打通 今年年初 60的财尔店 已经排在美团的 广州财尔店销量榜榜首 但对于现阶段的60来说 财尔店并不是它的生活重心 它还在尝试做远程职业 尝试运营个人的自媒体账号 一次成功的创业经历 除了现实的收入增加之外 更大的意义或许在于 让它跳出了一个巨大的系统 我的人生好像突然间有了许多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 我的人生不是只有上班这一条路 以前我总是很焦虑 害怕部门变动 担心被财 但跳出来后 我发现世界上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你的一个位置 我现在人生不見你 就是 tech资本 你是个人生不的 我记得 你是个人生不的 身材